少女时代五度登台 三百歌迷机场乱窜为归 这满满的满满的粉丝 到底是在跟谁呢 没错 听到这人民就是超行女团 少女时代啦 他们今天中午第五度访台 周末将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两场演出 2.2万张门票早就通通抢光啦 一早就有超过三百名粉丝 前去接机 摄影大哥们更是严重的时代 对啊 对啊 不要爱啦 他本来就来接的好了 对啊 摄影大哥喜怒啊 你看他们都被带到一旁准队啦 但不知道少女们是不是没吃饭 蒂芬妮始终拿着巧克力 润娥等出关时 忍不住跟蒂芬妮要来吃 哇 热 哇 芬妮的芬妮超好 哇 芬妮的芬妮好好哦 但这欢乐气氛 提到他们出关瞬间瓦解 芬妮不仅在机场乱窜 还违规穿越第二航下的花圃 让行景平于奔命 不过更累的是摄影大哥 他们前脚才刚送走少女时代 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另一团 在这里啦 韩版道明寺黎敏昊周日 在台大体育馆开场 门票已卖出九成 但街机粉丝只有少女时代的三分之一 仅约一百多名 其中有不少来自各国的粉丝 专程到韩国跟着她飞来台湾 只是 苹果娱乐online受不了的扩喊报道 阿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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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尔